大家好,欢迎来到猪老年讲堂 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科学家终于公布癌症与咖啡的关系 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在澳大利亚生活,咖啡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据统计,澳洲人消耗最多的饮品就是咖啡 每个人每周要喝掉十杯 而且每个澳洲人都有他们独特的咖啡习惯 咖啡豆产自哪里,是不是手磨的 咖啡师的记忆如何 很多人甚至会详细到要求牛奶和糖分的多少 所以说澳洲将咖啡上升成为了一种艺术 随便一家在街角不起眼的咖啡店里 都能制造一杯醇香浓郁的咖啡 就连在中国广受青睐的连锁品牌星巴克 都被许多澳洲人不屑一顾 但说到澳洲人喜欢咖啡的原因 大部分人都单纯地觉得是因为澳洲咖啡好喝 其实不然 背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直到近期才被科学家们公布 1.科学家公布 喝咖啡有一神奇功效 糖尿病目前是全世界最流行的疾病之一 全球约有超过3.8亿的糖尿病患者 每年因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等疾病会杀死近8万人 对于患有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患者注射胰岛素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虽说注射胰岛素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并不完美 因为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保持血糖水平 不但麻烦还很容易忘记 但可以造福于无数糖尿病患者的 好消息是 胰岛素的功效在未来可能被咖啡所替代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一个全新的糖尿病治疗法 而新治疗研究法的关键就是咖啡 研究小组发现 有一种肾细胞如果在血液中检测到有咖啡因成分 它就会相应地产生胰岛素 随后他们在食肢患有糖尿病的小白鼠中进行了实验 当小白鼠引入咖啡的时候 他们体内对于血糖浓度的控制能力 比一般的老鼠都要好 研究小组表示 人类体内也有类似的肾细胞 具体生产 胰岛素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其实这项试验结果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针对12.6万人进行的研究显示 常喝咖啡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 这项研究给许多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曙光 也许未来的糖尿病患者只要简单的享受一杯咖啡 就能够促使胰岛素产生 并彻底不需要再额外注射 除此之外 咖啡的好处从医学界的视角来讲有很多 其实从降低死亡风险 到降低某些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 再到降低抑郁和帕金森病风险 咖啡一直就是医学的宠儿 只是你不知道 2.咖啡可降低节肢肠癌患病风险 最近的一项美国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的一项研究 让大家对咖啡的爱又深了一层 咖啡可降低26%的节肢肠癌患病风险 这是一项以色列北部以人口为基础的 节肢肠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研究者为5145例节肢肠癌患者 和4097例无节肢肠癌病史的健康人 制定了一份经验症的半年定量的咖啡摄入频率问卷调查 研究数据显示 在矫正了已知的危险因素后 中等一天一到两份咖啡消耗量 能降低26%的罹患节肢肠癌的风险 且随着咖啡消耗量的增加 节肢肠癌罹患风险逐步降低 这一趋势在节肠癌和直肠癌均很明显 让人惊讶的是咖啡因竟然没有单独发挥作用 研究者说咖啡内含有多种促进节肢肠健康的成分 咖啡因和多酚有抗氧化作用 类黑精能够促进节肠蠕动 二电类物质可以抵抗氧化应激损伤 三咖啡降低节肠癌患者的癌症复发率 丹纳法博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曾在临床肿瘤学杂志上发表研究称 经常喝咖啡可显著降低肿瘤复发 和提高节肠癌三期患者的存活率 这项研究随访了953名接受化疗的节肢肠癌患者 6个月内的膳食模式 他们发现每天喝4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癌症复发的几率要低42% 在随访期间那些定期喝4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低33%的几率死于癌症 或其他任何原因的死亡 且进一步分析表明 较低的癌症风险是由于患者所吸收的咖啡因造成的 而不是咖啡的其他成分的量 4.咖啡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意大利米兰大学临床科学与公共卫生部的研究学者 曾在临床未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 摄入任何种类的咖啡 可能使肝细胞癌风险降低达50% 这项报告检查了1996年到2012年间进行的16项研究 总计3153个案例 研究者表示 咖啡预防肝癌的积极作用可能要归功于咖啡 被人熟知的预防糖尿病的功效 而糖尿病则是导致肝癌的因素之一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咖啡能够预防肝硬化 对肝脏中的煤起到有益效果 5.咖啡降低黑色素瘤发病风险 2015年1月20号发表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每天喝超过4倍咖啡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这项研究全面观察了44.7万名受试者 涉及124项食品问卷调查 受试者的年龄在50至71岁 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均未患有癌症 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 有2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 1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另一种皮肤癌 原味黑色素瘤 排除年龄、饮食、家族食等因素 只考虑含咖啡因的咖啡与黑色素瘤之间的关系 每天超过4倍咖啡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从理论上来说 咖啡中的各种成分被证实 能影响相当数量的分子路径 而这些路径能够降低于紫外线相关的皮肤癌的风险 但如此以人类为实验对象进行的大样本研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6.咖啡能够抑制乳腺癌生长 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杂志上发表研究结果称 对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并且应用他莫西芬进行治疗的女性 喝咖啡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 减少复发风险 这项研究针对瑞典 1090名诊断为 原发袭击性乳腺癌的患者 主要评估两种通常产生在瑞典咖啡中的物质 咖啡因和咖啡酸 与肿瘤特征和无病生存期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接受 他莫西芬治疗的至少500名妇女中 每天至少喝两杯咖啡的妇女 乳腺癌复发风险 是喝两杯以下或不喝咖啡的妇女的一半 且肿瘤体积较小 发生激素依赖性肿瘤的比例较低 研究者认为 咖啡因和咖啡酸能够导致细胞周期进展受阻 和增强细胞死亡 加强他莫西芬治疗的效果 7.咖啡降低头颈癌发病风险 日本艾滋县癌症中心 针对头颈癌的调查发现 每天喝三杯以上咖啡的人 头颈癌发病风险 比喝不到一杯的人低了40% 8.每天该喝多少咖啡 咖啡有诸多好处 但是任何事都要有个限度 每天喝多少咖啡好呢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做过一项大型研究 提示我们在从不吸烟受试者中 每天饮用咖啡 小一等于一杯 一到三杯 三到五杯 和大于五杯受试者的 全因死亡率风险 分别下降6% 18% 15%和12% 死亡率下降主要与 心血管死亡率 神经系统疾病死亡率 和自杀死亡率下降有关 这项研究于2015年11月16号发表在循环杂志 再结合前面一些降低癌症风险的研究 或许每天两到三杯咖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还在天天喝咖啡吗 老中医忍不住说出真相 这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跟我们从古代就开始喝的茶叶不同 咖啡属于新兴的外来产品 这两种产品的碰撞 就像是中医和西医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咖啡有提神的效果 那你知道从中医的角度看 咖啡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作用吗 咖啡豆取自咖啡树的果实 色红赤属火 入腥 气焦苦 病入大肠颈 腥味 心肝苦涩 炒燥焦 甘唇味 由补养及缓和作用 能缓和疼痛 腥味 发散行气作用 能通过脑穴屏障 治疗表风热 头痛 苦味 有造湿与卸下作用 能治疗热症或湿症 从中医的角度看咖啡的14个养生功能 1.提神醒脑 咖啡因腥味心香方醇 极易通过脑穴屏障 刺激中枢神经 促进脑部活动 使头脑较为清醒 反应活泼灵敏 思考能力充沛 注意力集中 提高工作效率 可刺激大脑皮层 促进感觉 判断并增强记忆能力 2.强筋骨 力腰吸 咖啡因能使肌肉自由收缩 增加肌腱力量 降低运动阀 增加身体的灵敏度 提高运动功能 3.开胃主食 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 刺激胃肠分泌胃酸 促进消化 防止胃胀 胃下垂 即促进肠胃激素 蠕动激素 促使速通便 4.消脂消肌 咖啡因可加速脂肪分解 增快身体新陈代谢率 增加热能消耗 有助减脂颈肤 另外 使用咖啡粉洗澡 是一种极好的温热疗法 有助瘦身减肥 5.力壳除湿 咖啡因可促进肾脏机能 排出体内多余的 纳离子 提高排尿量 改善负胀水肿 有助减重瘦身 6.活血化瘀 咖啡所含的亚油酸 又溶血及阻止血栓形成 增强血管收缩 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血管扩张的头痛 尤其是偏头痛 另促进静脉回流 有润泽肌肤 使肌表恢复弹性 预防心血管疾病 7.吸风止静 咖啡可加速代谢胆固醇 减少冠状动脉中药化 降低中风几率 8.喜悦颜色 适量常饮咖啡 会令人精神兴奋 心情愉快 抛开烦恼 忧郁 疏解压力 放松身心 9.输肥定善 咖啡因会促进胶感神经 抑制副胶感神经 避免副胶感神经 兴奋而发作悸传病 10.造湿除臭 咖啡因内含单宁 可脱臭 消除蒜肉尾 11.咖啡有解酒的功能 酒后喝咖啡 将使由酒精转变而来的乙泉 快速氧化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而排出体外 12.预防电脑族肝眼症 报告指出 喝咖啡者患肝眼症的几率 明显比不喝咖啡者低 这主要是和咖啡中的 飘零成分有关 低眼镜中的飘零成分 能刺激腺体分泌液体 从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对于爱喝咖啡的电脑族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3.痔痛 比如一夜没有睡好 所带来的头痛 或是太阳学测 因血管收缩引起的疼痛 这些非气质性因素所引起的疼痛 都可以用咖啡来缓解 推荐在早上或是中午饮用 14.抗衰老 色深又具有苦味 是因为咖啡中富含抗氧化的物质 近年来 只要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食物 都在市场大行其道 一般所熟知的蔬菜水果 含丰富A、C、B族维生醋的食物 以及在日本相当流行的茶 之所以被视为健康的食物 就是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有研究报告指出 咖啡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比茶多四倍 可以抵抗自由基 咖啡的好处有很多 其中重要的八点你一定要知道 喝咖啡对皮肤有好处 咖啡可以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 使皮肤加速排出费酒角质 淡化因循环不畅导致的黑眼圈 另外就是具有抗氧化作用 常饮咖啡能让肌肤细胞保持充沛活力 防止细胞氧化 从而对抗衰老 饭后喝咖啡养胃助消化 饭后喝咖啡对胃不健康是有好处的 但相对的如果在胃里空空的状态下喝咖啡 分泌的胃液会损伤胃粘膜 从而损害胃不健康 爱吃肉的人最好饭后喝杯咖啡 有很好的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 此外咖啡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比橙质高 咖啡因还能刺激肠道加快蠕动 因此喝咖啡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喝咖啡保护肝脏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咖啡能降低患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咖啡富含的多分类物质 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 建议肝炎患者每天喝点咖啡 对肝细胞的修复很有好处 喝咖啡还可帮助酗酒超重 有糖尿病或铁附和过量的人 减少患肝病的风险 但没有证据表明 咖啡和茶能减少人们因脂肪肝或病毒性肝炎 而患慢性肝病的风险 喝咖啡可防止放射性伤害 放射性伤害已经成为目前较突出的一种污染和危害 尤其是家用电器的辐射 如长期操作的电脑 家中的微波炉 电视机等 有研究明确显示 咖啡有助于防止放射性伤害 喝咖啡可缓解运动酸痛 运动后喝两杯咖啡 有助于缓解肌肉酸痛症状 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喝咖啡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运动过量 造成的肌肉疼痛 值得注意的是 咖啡因虽然有缓解运动疼痛的效果 但往往只对不常饮用咖啡的人有效 喝咖啡能解酒 咖啡中的绿原酸可避免酒精中毒 饮酒过后 喝适量的咖啡 可使由酒精转变而来的乙泉 快速氧化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排出体外 喝咖啡可防胆结石 有研究认为 含咖啡因的咖啡 能刺激胆囊收缩 并减少胆汁内 易形成胆结石的胆固醇 从而减少人们患上 最常见的胆结石病的风险 喝咖啡预防抑郁 规律饮用咖啡的人 饮用后会觉得愉快 烦躁感变少了 心境得到改善 有研究表明 烦躁或情绪低落时 喝杯咖啡确实能让心情平静 咖啡的好处虽然不少 但要注意了 有四类人是最好不要喝的 一 有胃病的人 二 有高血压的人 三 睡眠不好的人 四 怀孕的人 除此之外 最好不要喝太多咖啡 毕竟我们在喝的时候 往往会加入不少糖 糖吃多了 可就不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